我们机器没有输出 首先打开电源 我们第一步要检测的就是这个IGBT这里的电压 外面表调到1000伏执扭档 1000伏执扭档 然后测试这个IGBT123脚 首先测12脚电压为140伏左右 这个电压必须得有 然后再测一下二三脚电压 二三脚电压为280伏 这个电压也必须要有 然后这是第一步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输出的话 没有电压的话后面是没有输出的 如果没有电压我们要再检查一下前面的保险师 前面保险师和那板上的那个双向可重归 如果都坏掉的话 那么这个IGBT可能也坏了 就是第一步啊 检测IGBT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